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指控是嫌疑弃罪 正司法所身内会出具证据称 在张平安生病住院期间 五个子女均为有效履行善良义务 但张平安的老伴赵秀阳却替孩子们冤枉 一起生活了五十年 他觉得张平安不是个好丈夫 好父亲 他动辄打骂家人 和子女感情淡漠 孩子们都怕他 才躲得远远的 一边是家人口中 一个暴力父亲的形象 一边是贝利贝全县一气老人的反面典型 法理和人情的催化下 一段家事变成了一场官司 张平安去世的老屋父亲之死先崩窜藏在深山里 距离平武县城近一百公里 这里长年气和温和 云屋聊照 只有一条两米宽的山间小路与外界连接 离世前 春年张平安独自住在山奥里的一处缓坡上 三十多坪的小木屋被茂密的林木包围着 家门前杂草丛生 不远处就是百米深的山崖 屋内空荡荡 只有一张床 一个木箱子 一个柜子 和一个装粮食的塑料桶 张平安最后几年的生活 和这七只可数的家当一样单调孤独 吃饭 赶集 去医院看病 大多数时候 他都是独自一人 去年五月二十八月 三位村干部增访 为贫困护时 悄悄目屋去一点的门 无人回应 八十岁的张平安 四只身平 两人也躺在床前 已经没了呼吸 村干部急忙报告镇政府和派出所 同时联系张平安的五个子女 距离最近的 是二女儿张天群 他住在两公里外的一个村子 诸中学历的张天群 是子女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 除他之外 三女儿张明丽家的同县另一个镇 年过半百的张明丽没有手机 娘家一有事 都是联系她的丈夫 四女儿则一直在县城做家具生意 大女儿张玉珍嫁到了三百多公里外的罪名室 来一趟是要赐个多小时车程 她已经五十九岁了 家里有两个孙子要照看 距离最远的是小儿子张鹏 结婚后 他们夫妇俩经常在浙江打工 得知父亲的死事 五个子女都赶了回来 张平安被埋在了李尔无几米院的地方 下葬时 孩子们烧了些几钱 花圈 没有大半丧事 这五个子女没有想到 在父亲入土之后 她们两代人的纠葛并没有结束 根据当地官方发布的消息 凭武县公安机关查明 2016年7月到4年5月 张平安多次因病入院治疗 正司法所 村内会等接连通知其子女 她们均为有效履行赛养义务 随后 县公安局对张平安的五个子女依法逮捕 县检察院对他们提起了公诉 9月13日 平武县法院已涉嫌遗弃罪 开庭审理此案 最后几年 张平安在孤独中度过七口 这家子女被捕的消息传来 77岁的赵姓朗笑坏了 他和张平安一起生活了50多年 不觉得他是个好丈夫 好父亲 也没想到 他在此后还会继续拖累子女 1958年正月 17岁的赵秀朗惊人街上 嫁给邻村的张平安 那时他什么都会做 勤款 力气大 对我好 随后几年 五个孩子相继出生 吃饭的嘴多了几张 家里愈发贫困 张平安一直在外面干活 很少在家 偶尔回来待几天就走 1970年10月 正赶上文革 张平安因为质重待人老事 被抓去劳改 赵秀朗拖着五个还未成年的子女在家 最大的孩子才12岁 小儿子刚满三个月 大得带着小的 几个孩子在家边背了 打猪草 捡树叶人生 赵秀朗很坚定 我要是走了 把几个孩子丢下 谁管吗 就这样过 吃菜喝水也能把孩子拖大 八年后 张平安回来了 在这个七口之家 并没有重剧后的喜悦 对赵秀朗和孩子们而言 生活比之前更艰难了 三女儿张明丽记得 他那时才14岁 在家门口玩 母亲指着一个金瘦 胡子拉叉的男人说 这是你们老汉儿 父亲张平安黑着个脸 目光斜斜看上几个孩子 不说话 也不主动上前抱他们 原来那个情话的张平安不见了 他一天三顿饭都要喝酒 每逢镇上有鸡时 他就背上半信不救 得帆布包去改厂子 天黑才回来 有时从村东头要到西头 他不想待在家里 也不想下地干活 后来 张平安索性把家中二十亩都租给别人 每亩的一年领一百多块钱 张秀阳为孩子们感到冤枉 厉害角色 表弟黄欣住在 离张平安加几百米的地方 黄欣挥手比划 正表哥在事实的模样 形容他是个厉害角色 脾气上来 抄起地上的棍子 厨具 就朝别人垂过去 表嫂是个老好人 但挽不住他 张平安的孩子们很粗暴 三句话没说完就上手教训 村里有人见过 张家几个孩子吓得藏到盲房里 三女儿张明丽说 从那时起 他们对父亲不只是陌生 还有恐惧 妻子赵秀阳也会挨打 我不敢还手 打他就把你熬死里落 脸上给你打一耳光 你劝头锤到地上 脸都冗了 鼻血流到嘴巴里 上世纪九十年代 几个女儿相继嫁人离家 只剩张平安夫妇和小儿子张鹏生活在一起 一次 张鹏跑到二姐家取菜子 顺便完了两仙才回来 张平安生气了 儿子回来时 他拿一根猪棒 把张鹏的脑袋了 打出了一条大口子 张鹏哭着去找母亲包扎伤口 赵秀阳说 因为这件事 儿子当时就下决心 以后也要出去安家 娃们和他关系一般 都被他打跑了 当所有孩子都离开家后 张平安和身边人相处得依然不好 春干部吴鹏飞说 有时儿女回来看他 请给他拿少了 东西给他买少了 他 就开口骂 谁受得了 他性格那么歪 包括我在内 他都骂过 他能把村主任骂得哭得哗哗的 吴鹏飞说 有一回 村里几只修水泥路 那家要出四百块钱 张平安找到村内会 拍着桌子骂骂咧咧的 说村干部要吃他的钱 烂了一天没走 最后间也没交骂 凶得很 2008年四川地震后 张平安在家修整房子 赵秀亚煮了他爱吃的白水豆腐 豆腐煮好捞起来 他又加了一坨油放到锅里 打算就这汤水下面条 张平安看到很生气 他骂妻子给他下毒药 赵秀亚气不过 和二女儿张天群诉苦 今后有什么事 他还要赖我 说我把他毒死了 张天群常年在外打工 正缺一个手架的 他想以这个理由把母亲接过去 你真要去 张平安质问 妻子 小的叫你你不去吗 他既然在叫 就要去吗 赵秀亚说 随后 张平安抄起菜刀 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孤老房子修完后 2010年 张天群就把母亲接走了 张平安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赵秀亚时不时会来帮个忙 张茶叶 种菌你 收成的时候 他拿去卖了 把钱放自己包里 一分也不给我 赵秀甲抱怨 捞两口的低薄 也是张平安一个人领了 每人每个月275元 有村干部程 张平安每年还可以领粮食补贴几百元 加上土地租金 他每月能有约700元收入 赵秀亚说 张平安 在家也会自己摇西饭 炒菜 又是炖一大盆猪脚 他经常说 一个人住 没人烦 过得快活呢 在几位村干部看来 起初 张平安的独居生活确实还不错 直到最后几年 变得孤苦无一 村主任朱明华回忆 2016年冬天 他看到张平安微闭着眼睛 靠坐在床沿边 说话有气无力 他说自己行动不方便 没有任何人管 连吃的都弄不到嘴里 朱明华随即把手机开了面提 给张平安的五个子女挨个打电话 但他们都说没空回来 洞扣这卫生院的住院记录上显示 自2016年7月起至2017年5月 一年多的时间里 张平安曾因气管炎 分气轴 脑工血不足 急性肠瘟炎等疾病入院治疗六次 最短一次住了八天 最长一次住了二十三天 身体越来越差 但张平安的脾气一点莫辩 因为曾照顾过他的护士回忆 打针时扎疼了 张平安会朝医护人员发脾气 大家都怕张平安 看到别人送给他的花生牛奶要坏掉了 也不敢过去提醒 三女儿张明丽去医院看父亲 祝福他要听医生的话 张平安又发脾气了 抓起地上的鞋子就要打他 张明丽觉得他对父亲的恐惧从来没有变过 2017年4月 张平安头昏 独自扇接马要吃 在山路上摔倒了 村民消友才发现后 立刻给村干部打电话 村主任和村书记匆忙赶来 看到张平安头上流了很多血 怕有内伤 三人不敢轻易动 电话通知了朱得叫心的二女儿和三女儿 电话里三女婿有些不耐烦 光害我们一个人怎么做吗 我不管 我管了我母亲 你们去找其他子女 二女儿也挂了电话 三人无奈 便用面包车把张平安 送到最近的二女儿张天群家里 他老伴也在那里 至少有人照看 第二天 张平安又回到了仙丰村 他告诉村干部求德华 二女儿骂了他一晚上 不让他进屋 不给他抱被子 晚上在外面坐着冷 他想生火群暖 还被女儿专了一盆水给浇灭了 2018年9月13日 在平武县人民法院的庭审现场 二女儿张天群对上述细节予以否认 他说自己没这么做过 最终 公诉人认为 这是存干部听张平安口头说的 尚无其他信员佐证 关于几个子女相互推崩 不愿意主动赏养张平安 村干部朱明华在庭舍时作为证人出庭 给出了更详细的说明 去年正值插春阳时节 朱明华从地里回来 看到张平安颤微微走着 好像随时要摔跤的样子 朱明华感到为难 不管吧 有些不忍心 管吧 要是发生意外 自己也说不清楚 他掏出手机给张平安的儿子张鹏打电话 此时 张鹏正在浙江打工 他试图把父亲托付给村干部 他是村上的村民 你们帮我处理一下 朱明华很气愤 谁的父母亲 凭啥子村里来全权给你负责处理呢 评审现场 朱明华复述了整个过程 距离他两米外 张鹏拧着嘴 半低着头 沉默了一会儿 他承认自己说过这般话 他解释 当时工作实在走不开 想请村干部帮忙协调一下 三女儿和女婿求情输去事前不久 张平安曾想通过法律改善自己的处境 他到镇上的司法所寻求帮助 司法所工作人员出具证言称 他们分别联系了五名子女 希望他们能够履行自己的义务 结果遭到了吹唯和拒绝 法庭上 几个子女承认 他们确实没有商量过父母的具体善良问题 张平安的大女儿张玉珍说 我姐妹 都是东一个西一个的 她要是想都任意哪个家耍都可以 她来我家 我也会照顾她 子女似乎有各自的难处 三女儿张明丽家也是第一保护 儿子患有先天性癫痫 儿子也有精神分裂症 后来又得了产后益约症 一家人全靠丈夫每天起摩托的人过活 在律师的指导下 赵秀阳向法庭递交了求情书 主要陈述丈夫张平安平时脾气不好 与子女不和睦 误为子女已认识到错误 希望子女们能够处理好家事 对母亲能够肩负起他们应该负起的责任 请求法院对子女进行检刑 她说死了后 土地财产要上交给村集体和国家 不要子女管她 几个子女听了就对她有意见 也不想理她 赵秀阳还解释说 辩护律师称 由于张平安的性格 与子女长期不和睦 对妻子儿 女经常打骂 导致子女个笨东西 张平安生前 子女没有尽到善养责任 过错不应完全归因于被告人 她自身也是有一定过错的 律师恳请法庭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 审判长认为 张平安的个人性格 及其与子女的关系 与庭审中是否对他们进行检刑 是两个不同的关系 9月13日 张家的孩子们等来了最后的判决 因为一气罪 5个子女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到一年六个月 划刑两年不等 平武县政府将此事作为版面典型 向全县进行的公开 将二件资料刻录成光碟 要求各乡镇 深组织群众集中收看 三女儿张明丽说 是已至此 她不想再对判决的结果说些什么 在张平安去世前三天 张明丽在街上遇见了她 女儿一直以为 父亲还在住院治疗 问她怎么跑出来了 张平安说 自己没病 在医院待不住 张明丽也觉得父亲最后几年的生活很可怜 有时候 我心里还是能想到我老汉儿 那就是做不了什么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我对您先来继续